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7月16日表示 他将推动一项跨党派的修正案 在国防法案中纳入遏制芬泰尼与授权制裁的重大立法 以制裁中国涉嫌生产合成阿片类药物芬泰尼 美国当局表示芬泰尼导致数万名美国人服用过量死亡 舒默将此大部分归咎于中国 他说 这种毒品来自中国的生产场所 本周会把该法案提交院会 相信在两党的大力支持下 这将会通过 而且应该 必须通过 美国司法部今年6月对四家中国化学品制造公司和8名个人提出刑事指控 指控他们非法贩运用于制造芬泰尼的前化学品 这些起诉标志着美国首次试图对制造这种止痛药的前体化学品的中国公司进行检控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此前为此指责美国在禁毒问题上对中国抹黑污蔑 非法制裁中国企业并诱补和起诉中国公民 舒默表示 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谢罗德布朗和共和党参议员蒂姆斯科特提出的修正案 将授权白宫宣布芬泰尼走私为国家紧急状态 并为制裁开启大门 纽约州环保厅和州卫生厅7月16日发布空气品质健康警告 加拿大山火造成的浓烟在17日将再度笼罩全州各地 空气中的细颗粒物或臭氧含量将导致纽约长岛 纽约市大都汇区哈德逊河谷下游 哈德逊河谷上游 阿迪朗达克山脉 安大略湖东部 纽约州中部和纽约州西部地区的空气细颗粒物 以及长岛 纽约大都汇区的臭氧含量 预计将使17日全天的空气品质指数超过100 此前有气象专家说 加拿大野火的浓烟可能导致纽约州整个夏季持续受到影响 州长霍楚16日表示 周末的降雨并不足以让空气清新 纽约州17日或将重现几周前加拿大野火浓烟来袭时的情况 而纽约州西部和北部的情况将尤为严重 他此前还表示 纽约州已经向加拿大派出森林保护员支援加拿大 加州议会的民主党人在近日重新提出了一项法案 将贩卖儿童列为严重重罪清单 以加重对贩卖儿童者的处罚 这项重启行动 是在加州公众和州长纽森的压力下进行的 根据加州的三镇法 任何被判至少三项严重重罪的人将面临25年至终身监禁的刑期 因此是否列入严重重罪清单 攸关处罚的轻重 目前列入清单的严重重罪包括谋杀、强奸等 在7月11日 加州众议会公共安全委员会否决了这项法案 他们反对更长的监禁刑期 且认为这并不是有效的犯罪威慑手段 但在公众和纽森的强烈关切声中 民主党人在7月13日迅速改变了立场 当天上午 众议会公共安全委员会举行会议 以原封不动的方式推进此法案 国际阿兹海默症专家7月16日在荷兰的研讨会上 公布新版确诊指引 将一患者认知及生物学变化诊断 采用类似癌症诊断中 用于评估疾病进展的数字分析系统 并且不再使用轻度、中度及重度等用语 根据新版诊断方法 医生将一是否识别出异常疾病生物标记 以及认知变化程度 替患者评定1至7分 再加上A、B、C、D等四种生物阶段分级 例如 第一期的1A代表一个人完全没有症状 但生物标记异常 新版量表也针对带有 罹患阿兹海默症基因者设有D07 其中包括糖氏症患者 这类患者有75%将于成年后 罹患阿兹海默症 由于能够检验血液中 与阿兹海默症相关的 关键蛋白质的检验方法 愈来愈多 也有愈来愈多心疗法 必须在治疗前 先确认相关疾病病理学 这份报告主要作者 美国明尼苏达州 美约医学中心博士杰克说 心指引是为更准确 更好的反映一个人的潜在疾病 我会认读 按摩